这种疗法你可能没见过 医生将驱虫铺满烧伤患者的身体 驱虫一点点吃掉身体上坏死的腐肉 更神奇的是 这些驱虫只对腐肉感兴趣 毫不影响周围健康的组织 同时驱虫的排泄物还含有盐 能起到杀菌的效果 此时病人父母看到这一幕 露出的是表情包上第二个表情 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这种疗法已经延续几个世纪 并被现代医学证明科学有效 驱虫疗法结束后 病人的感染确实有所好转 但这并不是他的病根 几天前 他开着卡丁车不明原因地冲向建筑垃圾 导致爆炸烧伤 送到医院 烧伤科治疗后发现 病人甲含量始终偏低 豪斯接手后认为是心脏的问题 让作心电图 但病人整个上身皮肤都被损毁 不能作心电图 至于CT、核磁 也由于病人经不起折腾而放弃 此时豪斯想拿用减流剂来测试病人心率 刚出结果 病人开始抽搐 豪斯认为是脑部的问题 让作腰椎穿刺 看是否有脑部感染 可病人腰部烧伤 皮肤感染 穿刺容易把病菌带入腰椎 不能作 豪斯还有新招 医生强行撑开昏迷病人的眼睛 然后将图片一张张到在他眼前过 因为既使昏迷 视神经依然会对图像做出反应 另一个医生依靠超身检查 观察病人脑部血流 病人如果得了多端硬化症 那么血流速度会较快 如果病人脑部感染 由于感染会造成脑积水 压迫动脉 则血流速度变慢 通过这个检查 医生发现病人猪网膜下出血 随即立马给病人进行了止血 然后将病人放入高压养仓 没过多久 病人不自觉地出现下体兴奋 一个被中毒麻醉的病人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脑部受到刺激造成的功能紊乱 可能是大面积烧伤的伤口出现感染 不间断地向大脑反馈疼痛信号引起的 于是医生用驱虫清理了病人的伤口 但脑部还是不规律 没办法 必须要做腰椎穿刺去脑脊液 看是不是脑部感染 腰部不能去 豪斯让从脖子出去 这十分危险 一根长针刺入病人脖子 病人突然血压升高 而且让停下 泰勒说可以取到 终于刺了进去 脑脊液滴了出来 在检查结果都是阴性 豪斯决定将病人唤醒 进行问诊 重度烧伤的病人如果被唤醒 将会疼痛难忍 豪斯顾不了那么多 让麻醉是唤醒病人 随即问病人烧伤前的情况 病人说自己当时尿裤子了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豪斯反复周末病人的症状 终于他想到一种情况 能解释病人所有的症状 那就是病人因为抑郁 服用了抗抑郁药 抗抑郁药会造成抽搐 抽搐会导致不能控制排尿 泰勒问 那下地兴奋怎么解释 豪斯说 因为血液中有复合胺 小莫说复合胺只会影响情绪和胃口 豪斯解释道 有一种罕见情况 服用抗抑郁药会导致大脑以为复合胺过量 进而产生连锁反应 但关于抑郁症的猜测需要验证 豪斯找到病人父母 父母否认病人有抑郁症 豪斯想不到其他原因 决定再把病人唤醒 分个清楚 但受到家属强烈反对 豪斯直接自己冲了进去 正要用钥匙 他发现病人手臂有烟头烫火的痕迹 指尖有长期烟熏留下的黄色 他明白了 病人不是抑郁症 而是在戒烟 有些戒烟药中含有抗抑郁药物 所以依旧是抗抑郁药物引起的病症 他让立马治疗 果证病人的各项指标渐渐正常 好了 下期我们继续豪斯医生的整病探案